树被连根拔起 倒卧一侧 地上也都还是泥泞 莫三比克茨基之工 持续在提卡村看灾 脚步停留在这个小女孩家 她跟她妈妈 还有她的姐妹住在这边 然后她的奶奶 还有一些阿姨 都住在那个房子 小女孩的房子 是头嘎和竹子搭建 抵挡不了一代的风雨 至于奶奶的房子也多有回损 再后一个月了 村民想回家 得自救 这个比较凹凸不平的地方 就是她说倒了 他们全部在自己重做 刚刚路过 看到她在那个水边 不晓得是河还是湖 那个割的这个芦草 那问她说 这个芦草要做什么呢 她说要盖房子的 那刚刚也问她说 这个要多久才会干燥 才可以盖 她说要一个礼拜 目前在提卡村里 很多人都像这位老兄一样 想尽办法要把自己的家 重建起来 不过现在什么都缺 连建材也得自力救济 他们就是自己 做成那个模子 然后这个 你看那个木头 烧得黑黑的 然后他们把砖在里面 这样子烧 建材事物中生有 所以重建速度缓慢 但能住回自己的家 也算是一种幸福 他们现在一家四口呢 就住在这样子的一个 打卡的一个空间里面 在风灾过后呢 这些他们回到自己的住屋里面呢 把这些可以用的 这个家庭用饼再次的捡回来 除了勘察村民的生活境况 志工也拜访了一所小学 他这个屋顶啊 在风灾的时候呢 全部都吹走了 那大概在一个礼拜前呢 再来一下 这个老师 真的